踏入秋天就是我最喜歡的季節 又不是很熱又不是很涼 但需要乾燥 不知道車主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回去拿車時準備開門 嘩 被靜電電了 很不舒服 有沒有想過市面上有些產品 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我又不要太科學 靜電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是一些不會流動的電流 電壓率非常低 為何會產生靜電呢 因為汽車擺在戶外的地方 有風或走路時和風磨擦 都會令車身產生靜電 今次介紹的除靜電產品 有兩大類型 例如這兩款是貼在車身 另外兩款是便攜式的 即是可以更新用 第一款車用的除靜電貼 這套有兩款 足夠你左右車門用 用法很簡單 背面有兩張雙面膠紙 例如你會用電壓力 把電壓力打開 或貼在車門旁邊 每次上車時觸碰一下 你會發現眼燈啟亮了 便會幫你除靜電 至於第一款便攜式的除靜電器 看上去像USB一樣 軟來來有點像拆膠 用法非常簡單 向著你將會接觸到的地方 擦一下擦一下擦一下 你的設計不會刮回車身 靜電已帶走了 可以走進車 手不能給它擦 第二款便攜式 造型會比較好看 像我小時候看鹹蛋超人的變身器 用法亦相對簡單 又是向著將會接觸的地方 觸碰一下 除了靜電的話 燈泡就會閃閃 但說明書說了 燈泡的光度會隨著不同環境而改變 不一定會閃閃 但你放心 一樣可以除了靜電 而這些便攜式的除靜電器 除了適合車主用外 普羅大眾也適合 買完後掛在自己的鎖匙上 每逢要按升降機 再按鍵 你的手指就不容易受皮肉之苦 MING PAO TORONTO